马太福音第五章 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,既已坐下,门徒到他跟前来,他就开口教训他们,说 虚心的人有福了,因为天国是他们的,哀痛的人有福了,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 温柔的人有福了,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图,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,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 连续人的人有福了,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 清心的人有福了,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,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。 唯一受逼迫的人有福了,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,逼迫你们,你早各样坏话,毁谤你们,你们就有福了。 应当欢喜快乐,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,在你们以前的先知,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。 你们是世上的赏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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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,是放在灯台上,就照亮一家的人,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,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,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限制,我来不是要废掉,乃是要成全,我实在告诉你们,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,律法的一点一会儿也不能废去,都要成全。 所以,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,有教训人这样做,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。 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,有教训人遵行,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。 我告诉你们,你们的义,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塞人的义,断不能进天国。 你们听见又吩咐古人的话,说不可杀人,又说,凡杀人的,难免受审判。 只是,我告诉你们,凡向弟兄动怒的,难免受审判。 凡骂弟兄是拉家的,难免公会的审断。 凡骂弟兄是魔力的,难免地狱的火。 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,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愿,就把礼物留在坛前,先去同弟兄和好,然后来献礼物。 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,就赶紧与他和惜,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。 审判官交付牙役,你就下在坚里了。 我实在告诉你,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,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。 你们听见有话说,不可奸淫,只是我告诉你们。 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,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 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,就弯出来丢掉,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,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。 若是右手叫你跌倒,就砍下来丢掉,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,不叫全身下入地狱。 又有话说,人若修妻就当给他修书,只是我告诉你们,凡修妻的,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,就是叫他做淫妇了。 人若娶这被修的妇人,也是犯奸淫了。 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,说,不可背誓,所起的誓,总要向主谨守。 只是我告诉你们,什么誓都不可起,不可指着天起誓,因为天是神的座位,不可指着地起誓,因为地是他的脚凳, 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,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。 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,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。 你们的话,是就说是,不是就说不是,若再多说,就是出于那恶者。 你们听见有话说,以眼还眼,以牙还牙。 只是,我告诉你们,不要与恶人作对。 有人打你的右脸,连左脸也转过来,由他打。 有人想要告你,要拿你的礼仪,连外衣也由他拿去。 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,你就同他走二里,有求你的,就给他,有向你借贷的,不可推辞。 你们听见有话说,当爱你的邻舍,恨你的仇敌。 只是,我告诉你们,要爱你们的仇敌,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 这样,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,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,也照待人,降于给义人,也给不义的人。 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,有什么赏赐呢? 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? 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,彼人有什么长处呢? 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? 所以你们要完全,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 在哪里面里,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天父上。 我们万民的天父云。 我们要定是阅历空的天父云。 对我们的天父云。 我们的天父云是阅历空的天父云。 而是阅历空的天父云死云。 我们今天都有良好的天父云。